这种意外其实可以避免的家长一定要注意在新北市新庄发生电视机砸死女童的意外 这两岁女童她一个人在客厅可能妈妈有事刚离开 她就攀爬这个电视柜 结果呢这个传统用的这种伤型电视蛮重的大概有30多公斤重 就这样掉落下来砸中了女童 女童被砸中头部颅内出血死亡 两岁的小女童冷冷的躺着 旁边的消防人员和小女童的父母焦急的把人推进手术室 不过这名两岁的女童早就没有呼吸心跳 发生意外的机车行现场铁卷门拉了下来 不过在店里面警方早已拉起重重的封锁线 原来有一名两岁的小女童在店里玩耍 她居然就被电视机砸上头部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没看她表现只是她哭的声音很大声 她说爸爸就非常难过 非常非常紧张 她爸爸对三个小孩子很好 两个小孩子很好 就在下午四点半左右 新庄中港路上的这间机车行 女童的父母都在忙 小女童自己玩耍爬上爬下 不小心就把放在矮柜上的电视机弄翻 整台电视就重重的砸中小女童头部 小女童口鼻不断冒险 紧急送音后还是宣告不知 那电视就是救了 救行那种电视的吗 对对很重 因为她有看到说她电视机 好像整个萤幕往下吗 对啊 送过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呼吸跟心跳 那全身上下没有明显的外伤 根据救护车消防队的表示是说 在她的口鼻的地方 有明显出血的地方 不过她的全身上下 并没有明显的外伤 根据警方表示 意外发生当时 女童的母亲正在厨房忙家室 一时疏忽才会让小女童 在店里胡乱玩耍 前夜没想到 最后居然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女童的家人悲痛万分 在年关将近何家团圆的日子里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就这样让一家人天人永隔 感谢观看